大家好,我是柴 大家好,我是柴 又到了FQ&A的时间了 最近我们刚完成了2020年金控、银行和保险类股的股利政策统计 包含现金股利、股票股利、殖利率和去年的填息添数 但这时候就有小姨爸用问咯 为什么殖利率总是只看现金而不看股票的部分呢? 这样对股票现金都有配的公司来说 像是玉山金、第一金、黄南金这些 殖利率不就会被低估了吗? 这是个好问题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研究研究 那首先我们必须了解 计算股票殖利率最重要的目的 是要用来评估目前的买进成本 也就是股价和配息报酬之间的相对关系对吧 例如属公司的股息有5块钱 目前股价是100块 假设我们买了一股 那代表用这100块的买进成本 可以获得5块的配息 在填息的前提下 属公司的殖利率就是5除以100等于5% 代表一种投资报酬率 而另外一家财公司一样是配5块的股利 可是他目前的股价是90元 那殖利率就是5除以90等于5.6% 比属公司高 但是要是下礼拜财公司股价也涨到了100元 那财害属这两家公司的殖利率就都是5% 这礼拜涨到100块才买财公司的人 一样只能领5块 报酬率换算下来 是不是就没有上礼拜90块钱那么高了呢 这就是殖利率最基础的功能 用来计算股利和股价的比率 接着我们知道股票配有两种形式 可以配现金也可以配股票 或是两种都配 之前我们在这两支影片都分享过 配现金股利一块 代表每一股可以拿到一块钱 1000股就是1000块 1万股就是1万块 多少股就是多少块 非常简单直观 但股票股利的一元 单位是票面价而不是现金 关键的差异也就出在这里 因为股票股利讲的这个元 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比例关系 并不是实际的金额 再更直观一点我们可以把它换成成% 因为大多数公司的票面价都是10块钱 所以配1元股票等于会发给你10%的股票 如果配0.5元除以10元就是5% 0.3元除以10元等于3% 所以我们不能拿一个%来处理股价 因为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单位 算不出殖利率 也不能用股票鼓励的1元去处理股价 就好像我们不能拿一只鸡腿去处理一只鱷鱼 这样在数学上是没办法计算的 但是也有人认为 股票也是配息的一种不应该直接被忽略 所以这时候市场上针对殖利率就出现三种计算的派别 第一种就是源源相加 不管你是一只鸡腿还是一只鱷鱼都叫做一只 加起来就当作他们是两只 也就是把股票鼓励的金额当作现金单位 直接加起来一起除以股价 简单又粗暴 例如派可新求股价20元配0.5元现金和0.5元股票 殖利率就是0.5加0.5除以20等于5% 这种算法的拥点是可以包含现金和股票 但是缺点则是完全忽略了股票和现金单位不同的数学问题 并不是真正的殖利率 另外一种算法叫做趴趴相加 也就是把股票的源先换算成趴数之后 再跟现金殖利率相加 变成现金股利0.5元除以股价20等于2.5% 再加股票鼓励0.5元除以表面价10元等于5% 两个加起来等于7.5% 这个优点是数学单位一致的 但缺点是股票鼓励的部分 不论如何都是除以表面价10元 跟股价的变化毫无关系 意思是说这里面有一半并不是真正的殖利率 最后一种最多人用也最简单的 就是直接忽略股票鼓励 只用现金股利除以股价 这样的算法优点是没有数学的争议 是最标准的殖利率 但缺点是完全忽略了配股的价值 所以这三种算法 其实都没有任何一个是完美的 不过目前大多数分析 还是以只看现金股利为主 因为最直接又没有争议 而我们常用的台湾股市资讯网 可以选择只看现金 也有源源之间相加的殖利率 但还真的比较少看到第二种 趴趴相加的殖利率 为什么呢 我们试着用不同股价 就可以发现一些差异了 一样的0.5元现金 0.5元股票 当股价从20块翻倍 涨到40块的时候 照正常的情况来理解 股息不变 股价翻倍 殖利率应该要少掉一半对吧 第一种和第三种算法 都比原来缩减了一半 变成1.25%和2.5% 可是第二种算法 却是从7.5%下降到6.25% 很明显不到一半 而且如果反过来是股价腰斩到10元 这两种的殖利率都正常的翻倍 但是趴趴相加这一种算法 却增加不到一半 意思是说趴趴相加这种算法 所求出来的殖利率 对股价表现的灵敏度 会受到股线比例的影响 配股的比例越高 这种算法的灵敏度就越低 要是遇到一间只配股不配线的公司 那这个算法就整个拒绝了 因为完全没有股价因素 不管是股价怎么波动 出来的数字都会一样 那这还叫殖利率吗 但另外两种算法就比较单纯 不管是遇到只配股 只配线或是股线都配 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反正它都是直接当做现金来出 我想这也是比较少人 会用趴趴相加来计算殖利率的原因 希望这一集可以解答到 大家对于殖利率只看现金的疑惑 如果你要直接下加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记得 股票鼓利的一元 不是现金一元就好了 也想听听看大家的意见 你觉得哪一种算法比较好 或是你有其他更好的算法 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跟大家一起分享哦 哈喊饭是WFQ&A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他的手没有办法拜拜